地面上突然出现了深不见底的大坑 只见靓仔拿了块木头往下一丢 想知道这个深坑到底有多深 直到三五个钟头后才听到沉重回音 看来这个深坑没有一千米也有八百米 并且还从里面传出来尸体腐肉的味道 有坨靓仔想抽根烟来压压惊 谁料打火机的火竟然变成了蓝色 嗨仔猜测是遇到了可燃的不明气体 急急手抢过火机将无名火给灭掉 就在两人互相争夺祖传的火机之时 头顶的喇叭突然发出了警报声 吓得两坨靓仔心惊又心慌的 只能有那么快跑那么快逃离了现场 殊不知深坑里神秘的生物已经悄悄苏醒 在评论区输入抱抱自己 就可以触发神奇的特效 就在学校开学的第一天 校长就定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所有同学都不允许到学校的后山打野 原来这座学校建造在原始森林的周边 校长创办这所学校也只是副业而已 他真正的目的是后山中巨大的煤光 就在这天的这天 嗨老跟爹牛偷偷跑到河边钓鱼 两人休息时闻到了奇臭无比的味道 刚开始还以为是下水道里有死与死住呢 他们并没有发现这其中有古怪 随后就顺着味道往森林深处走去 可没走多久就发现了惊奇的一幕 不远处耸立着一座上千米的高塔 还不断冒出了不要钱的滚滚浓烟 就在两人看得正入神之时 学校的巡逻车突然闪现出来 如果被抓住肯定会被尖皮拆捕了 他们为了躲避巡逻车 只能继续往森林深处躲避 却意外让两人发现了万米深坑 没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监控室里的校长看得三清二楚 于是马上通过喇叭发出警告声 吓得两坨量载有那么快跑那么快的 不料他们刚想停下来休息一下下 突然出现一条戴着面具的捞头 真的是吓完一跳又被吓了一条 捞头取下面具看起来还挺帅的 他们常年驻扎在森林深处 就是为了反对学校非法开谈那块 胡子哥告诉同学们 你们刚才看到的深坑可不是一般的深坑 里面的镜头正是充满邪恶的地狱 让兄弟两人没事不要到处乱晃忧 嗨仔回到学校就用手机查询 才知道胡子哥以前是学校的三好学生 有一天他跟好基友结伴去森林里打野时 好基友却在隧道里失去了踪影 看来这所学校确实存在巨大的问题 当天夜里学校就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就连煤矿开采中心也出现了异常 从雷达上发现了大量不明物体 胆生毛的矿工撞起胆子前往现场查看 眼看19几米的肛门受到剧烈的撞击 光明顶急忙打电话叫来两辆直升飞机 话音刚落怪物就冲破了肛门 在一阵又一阵的惨叫声之后 所有的矿工都无不例外被残忍杀害 听到异常动静的同学赶往现场查看 直升飞机早已经708落掉到地上 可诡异的是 事故现场并没有发现一具尸体 却意外发现了一只长相可爱的生物 这坨不明生物露出两颗性感的獠牙 靓女本想抓回去当宠物养 谁料下一秒怪物突然飞扑到靓女脸上 然后就直接往她的身体里面钻呀钻 靓女拼了老命甩却怎么也甩不掉 又痒又痛的感觉让她实在有点挺不住 靓女情急之下大大力撕下了外衣 并用衣服将怪物给团团包裹 然后就开始疯狂地输出 用力将怪物往树桩上砸了又砸 这么凶猛的操作看待了旁边的同学们 很快怪物就被砸得稀巴吊乱的 他们马上将怪物残骸送到校长室 校长只是简单地瞄了三两眼 就说这只是发育不良的野猪而已 并且这种野猪的肉质非常鲜嫩 表示明天就去抓两只给学生加加餐 跟着西施说出了森林里煤框塌方的消息 没想到校长为了保守这个秘密 当场就决定将他们几人全部开除雪景 就在这紧要的关头 有一坨更加凶猛的怪物已经来到学校 只见台灯的火苗变成了诡异的绿色 嗅觉灵灵的金毛也察觉到了异常 急忙闪现到窗帘边上狂吠不止 校长的亮漆剑刺左瞄右瞄的 下一秒就被不明怪物护倒那边 他就是这么挣扎了两下下就没了动静 巨大的怪物终于露出了庐山针面路 同学们被吓得有那么快跑那么快 搞得一辆九手汽车就准备离开 没想到校长还想带金毛一起离开 刚下车就惨遭到怪物的袭击 慌乱中颠牛急忙用手按下了油门 汽车直接飙升到了80多马力 一个猛然打方向将怪物给甩了下去 车尾却撞到一棵大树被截停了 还没等同学们回过神来 恢复元气的怪物再次起来 好在西施不慌不忙抓住了方向盘 车速也开始急速飙升 眼看马上就要撞上南墙之时 这时反应急速的颠牛用手按下了刹车 巨大的惯性之下将怪物给甩飞出去 怪物撞到南墙上当场领了盒饭 然而危险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更多怪物的嘶吼声不断起来 惊慌到脚底的几人准备离开学校 但西施这时才突然想到 学校里还有很多很多无辜的同学 如果不敢过去支援的话 肯定会有更多同学惨遭怪物毒手 于是他们决定跟怪物来个你死我活了 然而等众人赶回到学校门口时 却看到了非常恐怖的音乐 这条浮井很顺脚扔出一枚串天猴 就在这生与死的紧要关头 靓仔一脚就将串天猴踹入了河里 紧接着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然而就是因为这一次意外 好巧不巧吓醒了已经冬眠上千年的怪物 此时学校里正在举行毕业典礼 就在同学们玩的正上头又上脑子时 殊不知危险已经朝着他们慢慢逼紧 这时青年情侣突然发现了恐怖一幕 原来有只怪物已经敲咪咪闪现过来 对着捞头就发起了普通攻击 场面瞬间就陷入了恐慌之中 随后好多好多的怪物一拥而上 稀释拖着一位同学就急速逃离 可还是有一只怪物追了上来 刚好被会打猎的雕毛瞄到这一幕 直接一枪就将怪物整成了串串箱 谁料怪物垂死之际还夺走雕毛的初吻 同学们见此急忙上前支援 才妥妥地将雕毛给解救出来 事后他们商量着如何才能躲过怪物的袭击 雕毛突然想起森林中有一个山洞 里面东暖下凉并且吃喝不愁的 很快同学们就闪现到了山洞里 这里墙面上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花 仔细一看才发现 上面清楚记录了怪物的起源故事 上古人类打败怪物之后 利用祖传的阵法将其镇压住 而学校正是为了镇压怪物而建造的 由于年久失修导致阵法逐渐解锁 苏醒过来的怪物才能这样为所欲为 就在这时怪物已经敲咪咪摸了过来 同学们见此只能无奈往洞口跑去 他们就这样跑了三五七个钟头 终于从另一个洞口出逃了出来 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可怕的怪物 他们点燃不要钱的火往洞口一边 下一秒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所有的怪物都被炸得稀巴烂 同学们才因此妥妥逃过了一截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